各位觀眾早晨,歡迎收看我們的直播環節 有問必答,家庭觀眾可以隨時打給我們,問股票 電話熱線是204-6566,或是發個電郵給我們 身邊嘉賓是Jason研究部的經理陳偉聰 你好Jason 掌聲你好 這次會聽電話 聽聽先 家庭觀眾你好,是不是朱小姐 是呀 早晨你好,問什麼股份 中國銀河,有沒有機會升班 有多久時間升班,怎麼會不會再跌 你中國銀河證券多少錢到有貨 6.9 6.9左右,何時可以回家鄉 券商股方面,暫時股價這一陣子都比較疲弱 這一隻來講,去到4.96的位置 曾經都今天上到5.06元 究竟可不可以持續的聲勢呢 是的,說到券商這一陣子都要堅負國家隊的舊市任務 上個禮拜,應該是今個禮拜初 說中證監那邊呢 也有些規矩出來,要求也有接近50間的內地券商 都要按住自己的淨資產值20%來出資 提供給中證金,又或者另外去買一些A股 又或者買一些南銅股的ETF 整體你見到銀河方面都有出錢的 出的金額就大概是27億元那麼多 所以如果你說本身這些國家隊來計 之前都叫做7月初都拿了一筆錢出來去到舊市 但是當時見到他們進了市之後 內地的A股仍然都是要跌的 還有跌的幅度都不小 意味著就說之前7月初買了那些貨 到現在來說呢 都還是有個帳面上面的虧損的 如果你說這一陣子再要入場去買的 究竟接下來A股是否真的可以有個明顯的轉勢 是否真的可以升很多呢 如果不是的時候 其實對於這些券商股來說 那個壓力都是相當之大的 因為本身如果你說出了那麼多錢 給中正金買了那些A股 到頭來原來發覺是要虧錢收場的 到最後就是入賬方面 亦都是要做一些相關的減值 做一些相關的撥比 這一方面對於這些券商股來說 都不是太有利 變相你看到最近 無論是銀河也好 中信證券等等都好 那個股價都是要跌得比較厲害 那你說好像681來計 對啦 在八月初那段 都由大概是7元 跌到去5元 都曾經是穿買的 雖然在上個星期初 有些反彈 彈回上5.6左右 但是去到大概條10天線 亦都是頂住了都升不穿 這一陣再下去 我有些擔心 會不會連之前那兩個低位 即是4.8這些位置 都會是跌穿 一旦這些位置是失手的時候 其實在下個位置 就可能要下去4.4 4.5左右 那變相如果你說高位買了 那短期裏面 都可能有個心理準備 就未必說會這麼快 彈回你買日價的 如果你說接下來的市 真的出現一個 報復式的反彈的 接下來看看6881 有沒有機會回到6元 至到6.5這些位置 有機會見到這些位置 其實我都建議你 應該考慮去減一減榜 好 還有沒有其他人想問的 嗯 嗯 也不知道 應該 就是 最多都是剩下6.5 是呀 6.5我自己看的那個壓力都比較大些 因為見到 7元 7元 看起來好不幸 因為在6.5至7元這些位置 其實蟹庫是相當多的 你見到在7月中那段時間 這段股價都是走到一個橫行的區間 就是意味著有6.5至7元 當時都有可能很多的 就是投資者是買入了 就想著駁去再升多一層 但結果你說升不起的 這層跌了下來 就是意味著去回那些位置 其實可能之前入了市的投資者 都會拋回那些貨出來 那講的那個壓力都應該不小 嗯 好啊 OK 多謝先了 諸事實力的電話查詢 我們一齊看看勸商股這一刻的造價先 中信證券升8仙步14.88 海統證券下跌1.2 跌超過百分之1步10.2 中國銀行證券升2仙步4.96 中國光大下跌1.8 止步15.42 至於國泰軍安 跌近3仙步1.85 好 我們看看email方面的情況 家庭觀眾 這位朋友姓劉的 黎小姐 問兩隻股份 第一就是中鐵390 他說手上未有貨 如果有兩柱資金的話 要等到什麼價位才可以買入 最近鐵路股消息面比較多 尤其是390 他們的管理層出來說 下半年的訂單 今晚有保證 可以做好一點 去到6.73的位置 暫時下跌1%左右 兩柱資金如何部署390 看到中鐵或者鐵路股 最近出了業績 其實上半年真是一般 很多這些公司 接新增訂單 或者在手訂單方面 我們都是有個倒退 但是如果你說看回 接下來的管理層出來說話 例如說中鐵這樣說 他都說 下半年方面 新簽訂單 都一定是會有個改善 說你說 就是頭一半年 他的訂單 按年要跌成接近兩成 但是說一至八月 就是多了兩個月之後 那個新簽訂單的跌幅 就收窄到13.8% 就是意味著是七月和八月 都叫做拿了相當之大的訂單 還有現在就見到中國方面 都還在談一些印尼的鐵路項目 究竟現在會不會是可以爭得贏那個標 那如果你說真的爭得贏的 再加上就說本身是俄羅斯有些項目 泰國方面也都有些高鐵項目 那照計就說這些海外的訂單 接下來都能夠幫到這些鐵路股 有個不錯的表現 所以如果你說說是這類板塊 我自己看又不會說太過淡 只不過就說這一陣子的A股 是跌得比較多 這類基建股也都要跟著跌 那在H股方面都無奈地 說他們升都升不到去邊住 那可以留意那個走勢 因為390之前六個半 熬了兩次都跌不穿的 那看看今次都能不能夠守得到這個關 如果你說這麼不幸是跌穿的 那可能你就要等到下面再低一點 大概是5.6、5.7這些位置 才考慮再溝貨或者再買貨 另外黎小姐問一下688中海外 他說在28.5入貨了 等到什麼時候才可以回家鄉呢 最新股價暫時偏遠報22.15 這隻你買的價格又都說高不高 但是同樣地也都不算 真的叫很划算買得到 但是你看看一些內房股 特別就是688 其實它的表現都算是硬正的 因為這一陣子的市 都叫做是比較頑皮的 還有都見到很多藍銹股 很多的中資概念股都跌得是很傷的 但是688來講呢 你見到它雖然都是跌的 但是那個幅度不算是認真大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說說回 內房股這個板塊 其實現時那個的基本面 都是改善感 你好像你看到內地方面 之前出很多一些關於是樓價 又或者是樓房成交的數據 都是有些改善 再加上688之前出的那個中期業績 也都見到它在今年上半年那個 合同的銷售額方面 有個相當之不錯的增長 甚至乎都將全年的目標 就是調高了的 所以如果你說拿著這隻股份 雖然短期裡面 都未必說會升得太多 但是至起碼它的基本面是不錯的 還有至起碼如果你打算做一個長線的話 它還是有機會可以回到你買入價 好啊 多謝了 劉小姐的電話 那個email查詢 我們休息一會兒 稍後會繼續解答大家的股票問題 千萬不要走開了 我們休息一會兒 謝謝Jason 稍後再談 OK